1924年10月23日 冯玉祥、胡锦义和孙悦发动北京政变 推翻了直系曹坤政府 对此 在紫禁城中的溥仪无动于衷 当时溥仪才18岁 也见识了北京的政权接二连三的垮台 在溥仪看来 这又是一个军阀草头王的兴起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的 溥仪被迫退位时 曾经同袁世凯签订了 清室优待条件 规定虽用四百万两 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由于政权的反复更迭 这笔钱并不稳定 袁世凯死后几乎每年都有缺口 当然 溥仪也不太在乎 紫禁城富可敌国 随便迈己孵化就是天价 在紫禁城除了溥仪和皇后婉容 妃子文秀这三个主子外 就是四个老太妃 就为了这区区七个主子 每年就得花费巨款 溥仪回忆 内务府自己的统计 除去了王公大臣的凤吟不济 属于内务府开支的 民国四年是二百六十四万两 民国八 九 十年是二百三十八万两 一百八十九万两 一百七十一万两 更夸张的是 伺候七个主子的御厨房就有二百多人 所以在十一月五日 冯玉祥的军队突然包围紫禁城时 溥仪完全惊呆了 溥仪在回忆录中写道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 我正在楚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 内务府大臣们突然亮亮呛呛地跑了进来 为首的少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 气喘吁吁地说 皇上 皇上 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 还有李洪早的后人李时增 说民国要废制优待条件 拿来这个叫 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 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我夺过的手里的公文 看见上面写着五条 其中第三条 兴是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 即日移除关禁 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 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另外几条中 有一条是国民政府每年补助五十万元 还拿出二百万开平民工厂 收容其人平民 还有一条是 溥仪完全享有自己的私产 可以说 这些条款还是不错的 没有做绝 溥仪的心情才稍微缓和了一些 就在溥仪暗中庆幸的时候 却被通知三小时内必须离开紫禁城 这下子 溥仪又害怕起来 他倒不是怕被赶出紫禁城 而是怕同俄国沙皇一样 被骗到什么地方枪毙了 溥仪和他的大臣们 用尽方法拖延到下午三点 到了三点 负责指挥的陆钟林开始恐吓 在前二十分钟 不然的话 井山上就要开炮 其实 陆钟林只带了二十名士兵 根本就没有炮 可能怕恐吓不够 陆钟林的士兵 还将每人携带的两个手榴弹 纷纷拿出来 有的士兵 直接将手榴弹 搁在双方谈判桌子上 溥仪年轻 被这些行为吓唬了 还情有可原 他手下那群酒囊饭呆的大臣们 却丑态百出 溥仪回忆 首先是我岳父荣原 吓得跑到御花园 东钻西朵 找了个躲炮弹的地方 再也不肯出来 我看见王公大臣 都吓成这副模样 只好赶快答应路的要求 决定先到我父亲的家里去 由此 溥仪离开了紫禁城 以后只是作为游客回来过几次 冯玉祥此举 让溥仪颇为恼怒 却也无话可说 早在1911年的 青石优待条件 写得很清楚 大清皇帝辞为之后 暂居恭敬 日后宜居宜和园 世卫人等 照常留用 条款上说得很清楚 溥仪必须搬离紫禁城 冯玉祥这次 也不过是履行条约而已 况且 之前张勋复辟 溥仪和手下那伙人 都是积极参与的 甚至连一直不问 政治的溥仪恩师陈宝琛 也四处奔走 要光复大清 根本不是迫于无奈的应付 溥仪已经破坏了 青石优待条件 参加了反对民国的 复辟叛乱行为 就算刺客冯玉祥 把他拖出去枪毙 他也没什么话说 溥仪被赶了出去 但被允许带走私缠 而早在1922年7月至12月 溥仪以赏赐溥洁的名义 向宫外转移出 宋元版珍贵古迹210部 唐宋元明清古代字画 2000多件 其中包括顾凯之的 落身富图 严历本的不年图 周访的灰山诗女图 和顾红中的 韩西载夜宴图等等 这些无价之宝 由溥仪的唐帝溥家 护送到天津英租界 13号路 166号楼 此次溥仪当然也不会空着手走 他将最珍贵的紫禁城珍宝 全部带走 到了几年后 溥仪跑去为满洲国 做傀儡皇帝 他留在天津张园别墅的宝物 仍然有70项之多 离开紫禁城后 溥仪也没有遭遇 什么虐待和不幸 很快就逃到租界的张园去了 其实 溥仪在张园的生活 也是非常奢侈享受的 还不用再受到紫禁城 各种老规矩的束缚 溥仪足够聪明 就应该学学流善 吃喝玩乐 一辈子到善终 可惜 他很快就去了东北 做了日本人的傀儡皇帝 而溥仪之所以背叛国家投靠日寇 同辈赶出紫禁城 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他之所以居为满洲国 只有一个原因 他还想做皇帝 而老太妃的表现 比溥仪还要硬气的多 四大太妃中 庄和老太妃 在1921年就病死了 没有受到影响 端康老太妃的运气最好 他死在这件事发生前 一个多月也算死在紫禁城里了 剩下的敬义老太妃 荣毁老太妃都已经年老 他们拒绝离开 一哭二闹三上吊 以死相逼 当时陆忠林和冯玉祥 考虑两个老太太年龄都很大了 闹死了的话 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于是冯玉祥就暂时允许他们两人留在紫禁城 紫禁城的仆人都走了 显然两个老太妃也不能在这里住太久 大概十五天后 他们一同搬离了紫禁城 走之前 两个老太太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 全部打包带走 甚至包括皇帝曾经穿过的一套龙袍 出去以后 他们在奢侈的环境中活了七八年 都是接近八十岁高龄才去世 大家要问了 冯玉祥为什么非要把落水沟浦一赶走呢 这是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不过 对于冯玉祥自己来说 他本来就很满清入骨 满清灭亡之前 身为新军军官的冯玉祥 参加了鸾州起义 担任参谋总长 另外 王金明为都督 师从云为总司令 白亚宇为参谋长 结果 这次起义被清军残酷镇压 士兵被杀很多 王金明 师从云 白亚宇等领袖 被朝廷残忍处死 如白亚宇被刽子手先砍断双腿 再斩首处死 现场惨不忍不 他的朋友和学生冒险来收尸时 尸首面目全非 根本就认不出是谁 后来还是他的老友张相文 靠白亚宇断枝上的一块裹脚布 认出了尸体 只有冯玉祥是满清高级将领陆建章的那只女婿 才侥幸免于一死 这种是属于大仇 以冯玉祥的性格 他是一定要报仇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算是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建国后 溥仪和陆中林再次见面 两人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溥仪问道 你丢在桌子上的炸弹 确实可怕 陆中林回答 那是空心弹 隐信都取掉了 不会爆炸的 溥仪又说 你安排在井山上的大炮 更可怕 陆中林笑道 哪里有炮 那是吓唬你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